有人问为什么每次去理发店洗完头 头发都特别柔顺 讲个我微微一笑 我现在就带一个同事来到楼下理发店去洗个头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哇果然是顺得不得了 那我们逐个环节剖析一下 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像Tony老师那样 平时让自己的头发也能变得这么柔顺呢 第一洗发水的选择 随机在店里拍了一款洗发水 看一下背标不出所料 是一个含硅油的洗发水 其实我们平时在理发店洗头 98%以上洗发水都是含硅油的洗发水 这个倒不是因为成本 因为含硅油是最保险的选择 有些人如果洗这个无硅的洗发水 当下头发可能会因为干燥而投痒 这个是美发店不会愿意看到的 那么用硅油洗发水虽然会导致一些人头发出油快 但毕竟也是第二天的事情 第二发膜的选择 如果我们去超市看开架产品 那些柔顺度高的发膜呢 通常里面加硅油 杨力调味剂来提高它的柔顺度 但在日化线产品里面 这些成分往往失可而止 一方面是成分 另外一方面如果含量很高 长期用反而会加重发色的负担 而且有些成分呢 它带有一定的刺激性 那你坚持用 反而会让你感觉没有那么好 但是在理发店不一样 它要追求当下的即时的柔顺效果 那有些成分呢 就会加的比较猛 像我随机在店里面拍了一款 叫什么什么结构素的护发产品 你看它主成分里面 甚至还是矿物油 第三洗发过程 在理发店洗中长发 通常洗发水会洗两遍 但是抹了发膜之后 你没发现 冲水的时间都特别短吗 最多给你把头皮仔细冲起干净 抹了发膜的发丝是刻意不会去过多的冲洗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发丝会这么柔顺呢 你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这么去尝试 如果你不担心发丝负担过重的话 出来的效果一样也会很柔顺 第四吹发 Tony给你吹头发呢 都是站着从上往下吹 这个站位就有先天优势 这也是顺着发丝的毛铃片走 发丝没有那么容易毛躁 而你自己在家吹头发 你长时间这么举高高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的时候呢 就是在腻着毛铃片在吹了 而且对于难搞定的头发 Tony想把它吹直 还有解题大招 那就是用卷筒书 先把头发拉直 再用吹风机高温 近距离扫荡 这样吹 雨季说是吹 还不如说是烫 这样又吹又烫出来的头发 那可以像面条一样直 所以你去美发店洗个头 收你几十块 你真不亏 如果自己想在家里面达到同样的效果 你当然可以去买到这些 美发店用的这些超高柔顺成分的产品 你也可以在洗头的时候 刻意不把发丝上的发膜冲洗 洗得过于干净 如果你不方便用卷筒书 配合吹风机这么操作 你也能买到类似的东西 比方说什么吹风书 直发书之类的产品 这些方式都能够 让效果来得立竿见影 但是长期用 又要付出发质变差的代价 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的矛盾 所以你会做何选择 来评论区交流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 这些方式都能够进行 然后再来评论区交流 再来评论区交流 再来评论区交流